你修认识绝育的过程真的一波三车 其实大家平时在评论区应该都能知道 米修其实是母的 但对于给他绝育这件事我也纠结了很久 毕竟米修已经六岁半了 生宝宝是不可能 但又在网上查了很久 说绝育一定会发胖 从而导致各种疾病 当不绝育就有可能换上子宫的一系列问题 我觉得狗子身上每个器官都有存在的意义 不绝育带来问题也不是绝对的 也不想让他遭这个罪 正当我决定不给他绝育的时候 出事了 米修来营曼我发现营曼颜色不是那种鲜红色 而是这种咖啡色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就去网上查 结果告诉我可能是子宫迅弄 但我观察他的精神状态都很好 网上说的症状也没有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带他去医院做了检查 好家伙直接确诊子宫有肌业 并且有两厘米左右 要马上手术做病理绝育 毕竟米修第一次做手术 我还是比较担心的 索性手术很成功 正当我要松一口气的时候 医生说发现他卵巢病变 好在已经摘掉了 但附近长了非常多男种 连摘不掉的地方也蔓延进去了 多的有点吓人 需要送病理看看是什么 如果是不好的东西 估计要再做一次手术签署 并且药物治疗 但要是普通的男种 就没啥事 而且要7到10天才有结果 听完我整个人都懵了 看他躺在地上 心情又难过又害怕 很后悔没早点做绝育 等结果那几天太难熬了 感觉就是给我做心理准备的 原本要等10天的结果 在第6天就出来了 医生汉王说是普通的男种 回去吃几天药就好了 这下心里那块石头 主创是放下了 复查的时候也发现男种都消了 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 就希望那些 跟我有一样顾虑的长死光看到 要是不打算让毛孩子生宰的话 可以尽早绝育 之前我认为不绝育带来的问题 也不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 但其实得这些问题的几率 还是蛮高的 特别是我6岁后的狗狗 如果实在不想让 这家毛孩子受罪的话 可以带狗子每年或者半年 做一次提借也是比较保险的